记者这名乡苗栗报道 连日低温大雨 苗栗现南庄乡内许多弱势户 只能盖着单薄的棉被窝在炭火烤炉旁 取暖过着又冻又饿的日子 在地形上多年的小儿麻痹药师 罗充胜不忍弱势的相亲南矮寒冬 虽然自身行动不便 但依然带着棉被 米生活用品等物资 冒着冷风细雨挨家挨户的发送 将守住户也被感温馨 60岁的罗仲胜虽自幼英小儿麻痹不良于行 但从年轻时就致力行善造福家乡 除了连续35年推动一诊 并持续22年修补道路坑洞 而日前罗充胜举办第35年的一诊 并募集物资要分送给170户乡内弱势家庭 然而却有15户弱势民众因年卖货身并受伤 无法前往领取 罗充胜连夜动身 带着儿子媳妇将物资分送到这15户家中 放逝的过程中 看到年鱼九旬阿婆躺在床上 紧裹着丹薄发印的被丹 罗充胜不禁红了眼眶 不舍得搓揉阿婆冰冷双手 哽咽评说 这样怎么够暖啊 立刻让儿子帮阿婆换上新的厚毛毯 另也有下肢重伤的长者住在土造漏屋中 只能色缩在床上 罗仲胜也冒雨前去探访 并送上免费米 生活用品等物资 还能助他安心过年 罗仲胜表示 因为在南庄当药师 过去就常听闻乡内许多可怜弱势户 于是在行有余力之时默默心善强调字 己不为民也不为力 但近年来也吸引越来越多人 投入物资 一同行善 让寒冬送暖 可以照顾到更多的人 罗仲胜儿子罗伟又也说 从儿时有印象起 就记得爸爸一直铺路 一整数十年来不间断 现在自己成家立业 也跟着爸爸脚步 一同协办各种活动 发放物资 希望将这份善念一代 接着一代传承下去